字幕提供 澳東這邊的生活起色是非常濃郁的 本地人也有很多的地方 生活配搭是很齊全的 最重要是景色非常漂亮 這間規法展商送裝修基金給我們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其實他在背後做的事是很多的 其實要是一個國企 其實就不用太擔心 我跟剛才的洋海相差了15公分 即是長度 其實就可以花來不計 放鬆一下做一下健身 還有這些都可以的 可能是瑜伽房或者那些書房 那如果選擇一個三房單位 又要求戶型漂亮的 景又漂亮的 不好意思 就是這裡了 絕對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依士 我是喜家Helen 今天和Helen過來我們大亞灣最成熟的一個澳頭片區 是的 是玉爾瑪的門口 是 那深圳過來的話 其實就是60分鐘 50多分鐘就可以到這個位置 是 那我們澳頭這邊的話 生活氣息是非常濃郁的 是 本地人都很多的一個地方 是 生活配搭是很齊全的 那我和Helen今天為大家帶來一套 就是在玉爾瑪附近的一個國企盤 這個是叫做越海一貴府的 這個樓盤的話就是最近比較火爆的一個樓盤 沒錯 而且這個樓盤的話優點非常之多 看河景 又看那個公園比較多的一個樓盤 三個公園 而且香港人比較介意的就是一個交通問題 我們門口都有得坐這個西湖出行 西湖出行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送物業費 或者送車位給你 是啊 沒有吸引人的 沒錯 要選一下大家怎麼選 沒錯 現在我們身後的位置就是玉爾瑪這個位置 是 我們澳頭片區的話 本地人是居住的比較多 是啊 本地人居住多有個什麼好處呢 生活配搭 很齊全 除了我們玉爾瑪上面 有那個賣珠寶 賣衣服 KFC 沒錯 還有我們這裡就是KFC 還有那些港人朋友比較喜歡喝咖啡的話 有瑞幸 是啊 九萬九就可以享受到飲咖啡 每天都要喝的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街田麵包這些 全部都有 還有喝奶茶和這些肉店 其實四大銀行都是在附近的 中國銀行 中銀、公銀、建設 這些全部都有的 是 有銀行的地方周邊配道都是非常成熟的 是 還有這裡去海鮮當然很近的 是啊 那喜歡吃海鮮 當然喜歡吃海鮮 當然喜歡吃海鮮 來回來這裡幾百元可以吃得很飽的海鮮 自己去買海鮮 然後去飯店加工 或者回來家裡加工也可以的 又新鮮 是啊 那我們平時也可以買一部電雞 沒錯 剛才我們看到那些電雞 雅滴電動車 雅滴電動車 是啊 而且還包了牌給你 幫我們上牌 是啊 我們走過那邊去看一看 好 因為我們如果坐這些電動車回去的話 其實就是五六分鐘到我們那個樓盤了 非常之方便 很近的 那我們平時退休的時候 或者回來倒架 你說去海邊釣一下雨 是不是 草一下小船 買海鮮回來 然後呢 那邊也是一個六度的 嗯 包括我們平時可以過來一邊 踢一下骨 放鬆一下心情 哎呀 你說到六度這方面 我們這個盤 如果是喜歡踩單車 鍛鍊身體的朋友 這條片一定要看下去 是啊 我們這個盤過去六度很近 那是幾分鐘 是啊 沒錯 六度很長 還可以 我試過在六度那裡 直接踩到深圳那邊 但是呢 其實呢 正常來說是不給我過去的 因為有一扇門 你知道嗎 應該是太多人去玩了 有人把那扇門打開了 那我就在對著單車一哭到過去 咦 可以過來深圳 很近的 其實這就是屬於深圳的交界 我們連在一起 是啊 這裡玩的地方就特別多了 是 還有呢 就是這裡是看到有一個肉園馬 這個超市 那其實對面的話 都是這裡 我們自己的一個牌子 全部都是我們這個生活貝島的 最重要是這個有一個濕街市場的 沒錯 這裡是寫著 就是紅色招牌這個位置 寫著 天長地的隔壁那個什麼市場 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旁邊有一個小門 可以 這裡進去的話 這是一個大溫霸市場 沒錯 都是屬於一個本地的市場 本地的市場 都買菜都很便宜的 那市場的隔壁呢 就是我們本地的 可以說是老街 就是那裡最快成熟起來的 很多東西吃 早餐、午餐、晚餐 是啊 是啊 我們待會去那個樓盤的話 就是 78可以做到三房的 是啊 還有88屏幕可以做到 南北對雷的三房 兩個洗手間 是啊 戶型選擇的非常之多 是啊 最重要呢 看景色非常之美 那現在開發展商呢 送了裝修基金給我們 是啊 送了裝修基金 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去小區門口 看看那個西湖出口 出口 在哪個位置想聽 以前我們剛才從浴宜馬開車過來 其實就是幾分鐘時間 五分鐘左右 是啊 我們都可以收拾電機過來 其實很方便 很方便的 其實在這裏呢 就是我們家門口的 這個公交車站牌 是叫做 孟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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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西湖出口那裏呢 那個站鏈就是這裏 可以直至深圳的 二十元一個小時 回到深圳那邊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班前不多的話 都可以去前面 中海酒店那邊 是中海酒店都要一個站台的 亦還有呢 我們的一個 我們別人別人 還有我們的一個 市證的一個 汽車總站 是那個 每個小時是一班車的 沒錯 那個的話就貴一點點 四十四元 一個班次 那如果給我選 我肯定就在門口這裏 坐車會方便些 是 主要呢 就要計算大家這個出行的時間 度著這幾個班次去出發 提前在微信那裏買票就可以了 是啊 當然其實我們這裏是最方便的 是 還有這條路是屬於新澳大島 即是連接大雅灣大島 這裏往前去 這個位置往前左手邊 就是玉兒買的地方 右手邊 這裏走過去的話 就是萬達 就是萬達 是 它的推廣名叫做 月海一貴府 所以兩個都是它來的 這樣看過去的話就很漂亮 其實都很好看的 這個外立園 而且它的花園好有層次感 是啊 可以坐上升級上去 是啊 這裡的一個營銷中心的話 後期都是作為一個商業去使用的 是啊 這一排過去 還有上面 我們都可以坐這個升級上去回家 又或者走樓梯都可以的 是 還有呢 我們旁邊就是派出所 你說這個位置安不安全 是啊 好啦 那我們去看看 好 現在Easy和Helen 已經入到我們這個營銷中心這個位置 Helen 哇 很多客人過來買樓 是啊 因為這個樓梯 先跟大家說一下 長者朋友住在這邊 真的非常適合 因為這個樓梯 一會兒跟大家介紹一個區域 大家就知道 食飯有地方去 商場有地方去 最重要是什麼呢 很多公園 現在跟大家介紹這個區域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圓圈 紅波波圓圓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這個 越海麗光花園 這個備愛的名字 我們剛才跟大家說到 食飯的地方很豐富 商場很豐富 我們門口的話 就可以過到去 曼達和我們匪翠山 益田掛藥廣場的話 都是十分鐘左右 這個車程就可以過到去 大家都知道 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目前是大家不志望的地方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其實我們剛才跟大家打招呼 那個玉爾瑪這邊 才是整個大瓦灣 生活配肚成熟得最快的地方 因為我們澳頭這邊 是一個百年老鎮 所以我們整個大瓦灣 澳頭鎮的人氣 是最先旺起來的 人一旺的情況下 我們平時去的地方 非常豐富 我們玉爾瑪那邊 平時可以買菜 或者我們平時的生活用品 這邊全部都可以搞定 其實近一點的話 就在我們這個樓盤旁 有一個碧桂園的商場 但是那個就是 看大家的選擇 因為那邊商場是商場 但是這個規模 就是跟我們剛才說的 這三個比起來的話 就會小一點 勝出勝出什麼 這個行路就OK了 就在我們旁邊 我們樓盤門口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剛才跟大家說的 可以坐西湖出行的地方 西湖出行的話 20元的飛駕 我們就可以回到深圳 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坐一個 263公交車 雖然它是公交車 但是它是一條快線 這個263快線 9個站 我們就可以過得到去沙田站 是深圳的沙田站 我們到時候到沙田站之後 再轉回14號線 就可以回到關口那邊 重點是這條線 我們長者朋友是免費的 到時退休回來的 時間比較充足 可以當兜風兜下風 沿爐觀下這個景 也是沒問題的 這個應該是第三個方式 第一個是我們西湖出行 第二個就是地鐵 第三個就是我們到惠州南站 以前的 現在改了名叫惠陽站 去到惠陽站 因為這邊要經過老城區 那邊 就是淡水那邊 紅綠燈會多一點 所以時間會長一點 其實都是25分鐘 如果自己開車的話 大概是20分鐘之內 都可以到一到 如果我們有朋友 住在西九龍那邊 直接一條高鐵 坐到我們惠州南 惠陽站這邊 說慣了口 惠陽站這邊 再坐一個公交車 或者打滴滴 都可以回到我們屋苑 有句環笑話 叫做什麼呢 平時你在西九龍出發 那時打個電話給阿嫂 我現在到了高鐵站 準備坐高鐵了 一個小時的時間 再加上20分鐘左右的車程 回到來個多小時 剛剛好 夠了給阿嫂 買菜 煮飯 回到來就可以直接吃 剛剛跟大家說到 除了這個生活圈 商場 吃東西的地方 非常豐富之外 我們這邊公園 真的特別特別之多 過到來我們這邊 先和大家說一個近的 我們屋苑的樓上面 假設我們到時候 選了一個八樓以上的單位 就可以排到我們一排的 這個河景公園 就完全可以盡收眼底 旁邊的就是 斧頭山公園 斧頭山公園可以爬山 於是又上去 這個爬山上去的話 其實很輕鬆的 上面有一個類似 至於懸崖的地方 可以看到大半個 這個中心區的景 視角是非常之靚的 還有斧頭山的隔離 就是一個 洪樹狼公園 中間隔了一條路 但是它在 沿河的下面 是一條路直接穿過去的 就是我們洪樹狼公園 洪樹狼公園的話 整個廣東山 只有五個 我們大雅灣就佔了一個 這個濕地公園 非常之靚的 建議大家 下午五點鐘左右 再過去看 因為為什麼呢 五點鐘之後 出海暴雨的白路 就全部飛回洪樹林 因為洪樹林 就是他們的鬥口 所以這個景觀 是比較靚的 這裡有兩三個公園 另外的話 我們這裡 過去有一個 這個崩海公園 崩海公園 崩海公園 隔離就是我們吃海鮮的魚人碼頭 那一頭 晚上的話 崩海公園是非常熱鬧的 因為現在 政府對這個地攤生意大力支持 我們崩海公園門口 整條路 一個L路形 大概有五到六百米的距離 全部都是食肥 非常之豐富的 當然 就要看回大家這個口味的選擇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附近 剛剛跟大家說到 我們澳洲百年路鎮 附近很多街口 裡面也有宵夜檔 到時候過來 這時帶大家感受 都可以 偷偷告訴大家 這個陰元大酒店 旁邊就有一間宵夜檔 很棒的 裡面是有鯊魚搶食 到時候過來 這時帶大家去玩一玩 好 我們現在就 跟大家介紹我們這個發展箱 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國企 但是 他比起身 以前出名的萬科 碧桂園 那些 他出名得利 不是 他有實力得利 他很低調 我們這個發展箱 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歷程 他最早註冊 八零零已經註冊 真真正正 他讓大家知道 是甚麼時候 九六年 可能廣州的朋友 應該非常清楚 廣州的天河城 我們全國第一間大型的購物店 就是越海開發的 可能我們香港的長者朋友 應該都會知道 長者朋友的經歷比我們豐富很多 九六年 就天河城 講到天河城 大家應該就知道 包括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應該很多 港人朋友喜歡喝啤酒 但是 很多人應該不知道 我們這個啤酒 那個啤酒花 很多供應商 就是越海公司製造的 包括 我們這個地產板塊 這個麥芽 剛剛跟大家說到的 啤酒花麥芽 全國第一 感應第一 不是隨便去說的 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會說一句 我敢認第二 沒有敢認第一 這是真真正正的龍頭單位 這是他在大陸出名的地方 其實他對我們國家做錯了很大的貢獻 這時查了一下資料 當年我們香港有一次災害 即是沒有水落 即是這麼寒災的情況 其實當年我們的中央政府 找的 救助香港的設施 找的就是我們越海這間公司 去幫助我們香港進行水利整治 包括我們現在 我們大陸這邊 很多水利工程和香港 全部都是我們越海這間公司去提供的 這個法治商 廣東也是 是啊 所以說為什麼他很低調呢 我們一說起萬科 壁櫃可能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說起越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呢 其實他在背後做的事 是非常之多的 其實又是一個國企 其實就不用很擔心的 整個小區的話 總共是有八座樓的 其中有一座是Loft 這個二棟是Loft 即是複式那一隻 這個還未推出 都不建議大家要 因為他四十年產權 是的 那整個小區的話 其實他已經是全部封了頂 我看見這些全部已經做好 先和大家說回一個大一點的 外面的一些東西 這裡是整個片區唯一一個 負三層地下式的 是地面的 是地面的 地下停車場 是地面停車場 負一即是一二三層 都是分開的 可以從負一層 即是一層 地下停車場 上到自己的屋遠 另外負二都可以 負三都可以 非常之方便 外在來說 我們剛才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裡走出來 就是一條大馬路 這個位置 坐西湖出行 是的 西湖出行就可以直接 回到家裡 或者出來都可以 外在前面這邊就是這個商店 再看過來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五百平方的農田 即是我們業主如果想要種菜 種一些瓜果蔬菜 都可以在這裡種回 很可愛 感受這個大志的感覺 是的 還有我們這個小區裡 是一個遊泳池 全年段的一個運動設施 和健康跑道 和這個兒童玩的地方 那整個小區的話 就是我們之前去賣的話 基本上三棟就差不多賣光了 是的 還有我們的示範單位 都是三棟的 現在再售的話 就是這個三棟 三棟的話 只有這個87平方 三棟的話 只有87平方 沒有多少套 沒有多少套 因為就是四棟 四棟 三四五六座都有賣 如果七十八 就是賣這個四座 和這個五座 是比較多些的 都是看花園的比較多 另外新推出的這個六座 六座前面兩套 都是87平方的 是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03的話 就是這個 88平方的 南北對流的 這套 比較漂亮 這套88平方的 南北對流的 前面就是看花園 北面的話 超過北樓上 就可以 剛才你說的 是河灘公園 湖頭山 和紅樹林公園 非常漂亮 而且這套 全都是用的 雙神玻璃 這裡的物業費 是2.2元 一個平方 停車費 地面是150元 地面是185元 地面是185元 這套78 以及這套88 動數就比較多 好選擇 就要看自己 喜歡哪一座 哪一棟樓 總共的話 就是32座樓 是 這裡其實是屬於 整個衛州 這個是第二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是一口水的 理工花園 理工花園 出名了 市政府正對面 是啊 這裡其實都很安全 因為旁邊是一個派出所 是公安的特循大隊 就是辦公點 沒錯 不是辦事的地方 就是戶口 那些都是在這裡搞的 是的 我們這個樓盤 剛剛聽論和大家說到 我們這麼多單位 都有在售 其中的話 我們三號樓 給大家看看 大家都可以看看 這裡幾個銷控 可以見到 三號樓已經幾乎埋了 87的 78的只有一間 87的還有幾間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座樓最便宜的 可以這樣理解 三、四、五、六 一排過去 越來越貴 因為三號樓 它看到便宜的 才被人掃光 因為它為什麼便宜呢 景色差一點 我們四、五、六號樓 價錢會比較貴 但是特別是我們五號樓 六號樓 這個景色很漂亮 你在大瓦灣很少會找到 你在家裡的客廳陽台 就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色 選擇性都是有的 但是呢 可以見到很多漂亮的東西 低樓層基本上都賣光了 很多單位已經被人掃光了 所以呢 我們如果是喜歡這種 戶型 喜歡這種環境的朋友 一定要快點聯繫 大依士和Helen 如果不是 又好像這座樓一樣 頂樓剩下幾間 是的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去看看視頻單位 大家 永久之小腳無憑 曾夜雨 他看天世白雲 如何計 逐於他 未尋 未來難不近 往是幾分 放任 夜雨紛紛 將夢中的空 Hello 那現在呢 這次和Helen 就已經上到我們實體單位這裡了 那Helen 我們每一層 是的 是兩部電梯 四部人間 總共是四部 我們現在是來三棟的 這個示範單位這裡 那我們先看一個 78和88的端頭前面兩位 都是朝南的一個朝向 那78和88的格局 是一模一樣 無非就是多了一個洗手間 還有就是空間感 有少少區別 那我們從小看大可不 好 先讓大家看看這個戶型圖 那我們78平方的話 是做到一個傳統的直廳設計 這裡是入戶門 那進來了之後 就是這次最喜歡的廚房位 然後就是餐廳、客廳、連通陽台 那這個戶型的一個很大的亮點是什麼 大家可以在這個戶型圖看到 它陽台是連到房間非常之長的 然後裡面可以做到二加一房 就是78平方可以做三房 那剛才Helen也說了 我們要相差的話 就是這個主人房的位置 和88的是相差了一個洗手間 其實很少見這個大容台 是啊,就是這麼小的積數 78平方大容台 那廚房交給你 好,那進來之後 就是依時的主場 這個廚房位 因為依時真的經常煮飯的 那首先它這裡的話 示範單位是做了一個雙升盤的設計 那這個的話 就是有好有不好 看看大家 那好的地方是什麼 大家可能會覺得 平時我們洗菜和洗碗兩個池可以分開 那都有它的閉端是什麼 就是平時可能我們大一點的工具 鍋頭或者是煲膽 可能會出現不下的問題 這個看回大家 因為畢竟我們剛才也和大家介紹過 我們這個單位的話 是毛皮膠樓的 發展張是送裝修基金給我們 那到時候的話 到時候大家可以找回我們喜家 找回Easy和Helen 到時候我們幫大家做一套裝修方案 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言歸正主 回到我們這個示範單位先 那剛才這個升盤 這裏是針板區 這裏是明火區 然後呢 抽油煙機 這個功能區都分佈得比較OK的 而且呢 我覺得它這個單位雖然是78平方 但是它可以看到 這麼明顯的 就是分佈得這麼漂亮的這個功能區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雪櫃位 可以放一個箱開門 建議大家都是買一個大一點的 三段式那種空間 那我們Helen 那走出來的話 到時候我們可以安裝一個烫門 然後對面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很長的儲物櫃 上面放一些鞋 然後上面 有上面的話 可以放一些儲物的空間都OK 然後呢 我們冬天的外套 全部都可以掛在這邊 就不用拿回去就可以的 是啊 甚至有業主 做那種一套那種 中間搭一個可以坐著換鞋 那種都是沒有問題的 是的 那這裏是屬於一個雪廳設計 可以看到我們的餐廳 客廳和外面的一個露台 這裏就預留了一個四營的一個餐桌 是足夠的一個小溫馨的一個小家庭 其實建議大家就不要選這種了 太長了 買那種可以摺跌收縮那種 是 顯得我們平時 放在那裏的時候 我們這套樓的空間會大很多 是的 還有這裏的開間是三米二的開間 即是我們買一部六十五至七十五的電視 其實都不會覺得很近 是的 這裏是比較闊的 也不會說近視這些 就是看電視的話就非常之舒服 而且這個梳化的話 大約是有兩米二的一個闊度 那一個小家庭其實是完全夠用的 或者買一張小小的帶個轉角位那種 是啊 不過還有一點窄一點 尺寸沒有選太大 是的 還有我們 因為這套樓給了裝扣基金給我們 建議大家就不要去做那些背景牆之類的 是 一會兒隔壁八十八那邊跟大家說 因為那種好看就好看 但是搞衛生很辛苦 很麻煩是不是 很容易積灰塵的 是啊 再看看我們這裏的一個陽台的話 足足有五米六的長度 那闊度的話是有一米五的 在這裏 看看外面的幾個景 游泳池 可能我們經常去慣海邊 一看到這麼長的路頭 第一時間都會想一個BBQ 是不是啊? 那這裏的話就很舒服 這裏細積的話就是看內圓的 其實可以平時我們看看外面 游泳 有美女看 是不是?你最喜歡的 不是我是阿SEN 平時可以在這裏跑步 運動一下 其實欣賞這個小區裏面的內圓 其實都不錯的 最重要是七十八個 很少見到這個陽台 這麼長的 是的 那大家如果是假設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做一個封窗的動作 這個看回大家 那封了窗之後的話 我們客廳就可以推出去 就大很多了 那我們看看這個洗手間位置 那洗手間這邊的 那它原間隔 是已經做好了這個三段式分布 原間隔應該是兩段式 因為乾濕分區的洗澡房 是我們需要裝修自己做的 這個位置雖然小小的 但是它又多了一個飄窗 即是你洗澡 洗澡一下 洗累了 就先坐著休息一下 是嗎? 然後那坐廁 和林育區 剛才說到的乾濕分區 是分開的 這個是我們港人朋友 應該都是比較喜歡的一款 還有這個洗手池 就是三段式乾濕分離 互相不打擾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早上起床的時候 譬如說我想先去廁所 這樣門在這裡關著 譬如說Helen要拆牙 大家不會影響 萬一趕時間上班的話 早上的時間比較趕 有些小朋友要讀書 是嗎? 那我看看這間房間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一個陽改房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整個空間 這裡已經有個五、六個平方 六個平方左右 送回一半職給我們的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到時候這陣子兩邊封個窗 這間房間的話 就可以作為一個客房 或者我們一個多功能房 甚至譬如說 我們的先生比較疼愛太太的 整個做回一個衣貌間 都是沒有問題的 重點在這裡為止 送到一半給大家的 好,Helen 看看第二間房間 看看我們的第二間房間 這間房間是比較小一點 可以做回一個兒童房也OK的 這裡的窗台 看出來就是我們剛才的陽台 整間房間的話就是比較密切 我們可以做回一個塌塌米 又可以 或者好像這樣做回一個兒童房也很有趣的 是的,那我們繼續看我們的第三間房 主人房 這裡就是我們這個主人房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主人房的話 這個空間 其實說真的那句 是一般般的 但是我突然間想起 我們這一套樓 只是78個職 78個職 做到三房的話 其實這個位置是OK的 如果是假設一下 我們平日家主人人不多的情況下 就真的完全可以 按照剛才的醫事件 在旁邊做一個很大的衣帽的房間 我們這一陣子就不用去做衣櫃 或者做一個簡單的也可以 做小一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這間發展商的床 肯定是小床 一米的床 如果按照剛才的方案去做 我們這裡就完全可以放一張大床 甚至乎 因為它這個飄窗不是很高 可以看到跟Easy的膝蓋 如果大家按上下 甚至乎大家可以做一個定制 一陣子做過去 做一個超大的床 都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 因為我們這個毛皮膠樓 有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的發揮空間非常之多 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裝修 就不用這麼弱速性 Helen 我們看完了 這套樓多少錢 這套房的話是78個職 三房很少見的 是的 這裡是包含一個裝修基金給你的 圍起來的話就是7300 一個平方的 總價是57萬 首期是香港人要付兩成 香港人都可以上會的 首期就是12萬 和銀行借錢 就是借45萬 如果供30年的話就是1900 其實這套房 即是毛批的價錢 每個平方補貼800元 即是有6萬億的 這個裝修基金給大家的 即是圍起來的話總價是50萬7 然後單價圍起來才是6500 6500 是的 我們繼續去看我們大職少少 看第二間 剛才跟大家說到的 兩個單位其實是差不多上 但是呢 我們這個是 這個弟弟 這個是大哥 是 88平方 給大家看 HAT TEN HAT TEN 剛才那個是3米2 這個是3米3 然後我們的房間 剛才那個是2米8 這個是3米50 3米05 還有 主任房間是一個套間 最大的區別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總體可以看到 都是一個薯廳設計 都是一個長陽台 但是總體都差不多 我們參觀一下 好啊 進來之後的話 這個位置 都好像剛剛的Helen說 這裡可以做一排定制櫃 再選一個這裡 可以坐人 那種坐著換行 那種都是沒問題的 那廚房 跟剛才的廚房 說真的 那個尺寸 可以說是有99%的窗市 那就不再囉嗦和大家說 那我們看看客廳這個位置 這個也是樹廳設計的 是 其實我發覺 雖然是3米2 3米3 但是我感覺好像進來 樹角上會闊很多 是嗎 教大家的提示是什麼呢 裝修搭配這個問題 我們剛才那套搭配 偏暖色多些 比較溫馨 這個高冷 高冷些 就是顯空間很多 這裡為止 就是剛才這次跟大家說的 建議大家這樣做 望月珊 好看啊 一來都覺得 是啊 覺得那個天空大了 但是賈偉山 大哥很辛苦的 是啊 這些那位是很積敷的 亦都放不到 放一些儲物的空間 是啊 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 叫做 越簡單 越吸引 其實這個陽台 從剛才的陽台 差了10公分 即是長度 長度 其實可以快樂不計 裝修得差不多 是啊 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個闊度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多了洗手間 還有各個位置寬落少少 還有這個 這個位置有少少不同 剛才那間房子是一個窗口 是一個窗口 是這個就是一個推拉門 那這間房子 我們就直接從這裡走進來 好 這個房間不算大吧 嗯 可以的 那七個平方左右 那如果好像 Helen說得 覺得不夠大的話 那我們可以 把推拉門抗出去 抗出去陽台那裡 外面封回窗 這間房子就大了 是啊 可以靠自己怎樣去設計 那看一看我們這邊的一個公共區域的 寫手間 都是跟剛才那樣 一模一樣 三段式均勢分離 帶來一個小小的飄出位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凹位的 凹位的話 都可以跟發展商一樣 做一個玻璃的路 是放什麼呢 沐浴露 洗澡水 是啊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三段式外路的洗手池 看看這個陽改方式 哇 這間房子我最喜歡 平時在這裡打沙包 就是壓力大的時候 放鬆一下 做一下磚 還有這些都可以的 瑜伽房 或者那些書房 電競房都可以 就是看我們自己去 怎樣去利用 這個房間同樣都是一樣 有一半個面積是送的 好了 我們看看第三間房 主人房 如果是剛才那間房 如果喜歡打麻雀 做一個麻雀桌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們這間房間 區別就是我們這間主人房 是一個套間 這個有一個 臨浴間 其實臨浴這個 我暫時未想到更好的辦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座椅在外面 這個門向入打的話 其實它可以做那個 推拉的 這種形式的 關掉的 所以說女生真是細心一點 真的完全不同 對 剛才是想不到 入開 入面很窄 那你向外面開 外面座椅在這裡 不方便 都是Helen比較細心一點 其實這個毛批 我們後期看看是怎樣設的 那個寫手台 都不一定要放在那裡 放出來也可以的 這個門的話 也可以這樣推 反正毛批就有毛批的好處 我們可以最大範圍去放大 我們這個想像來去裝修 可以看回這裡 這間房間的話 剛才說到 那個開箱 這個是3米05 就會寬一點 同時 可能都是因為這個裝修顏色的感覺 這裡是一個 剛才Helen華仔 偏那個高冷色那種感覺 黑色 有一點點米白色 搭起來 始終就是感覺 那個空間感覆大一點 是啊 其實差不多而已 這個窗台 看回大家 可以好像剛才依次說的 做一個定制 泰泰米直接停過來也可以 或者淘寶 直接買回 把那個懶人靠墊放在這裡 平時在這裡 碳合的咖啡 拿著手機 在YouTube看我們的頻道 這個選擇都不錯的 好 那我們出去外面 和大家 說一下價錢 快一點 多個洗手間 多成六七萬 你買不買 六七萬買一個洗手間 那我想到我沒有那麼好 看大家的一個需求 還有樓層高低 都可能有少少的一個價錢區別 那跟大家說一下 這裡 八十八個平方 三房兩個洗手間 那我們計算裝修那個價錢 總價就是六十四萬 單價為貴 七千二 七千二 首期就十三萬 泰銅銀行貸款就五十一萬 共三十年就是兩千一百九 是的 那如果每個月 每個平方 每個平方 把八百元給你 八百元的裝修 就是七萬 就是給七萬元的 七萬 其實真的 首期其實不多 你首期給十三萬 如果你放款之後 就給七萬 這個裝修基金 其實相當於給了五萬元 是的 即是首期的話五萬元左右就可以了 即是相當於 買這套房間 無批的話是五十六萬九 中間樓層 對了 那圍回單價就是六千四 對 不知道大家怎樣價呢 你剛才說到多六萬元 買多個廁所 我有點肉赤 但是你現在說回單價六千四 我也沒那麼肉赤 是啊 其實我們前期要拿十三萬 後期要盾回七萬 其實就是五萬零元就可以買這套房 對 其實這個上車的門票挺低的 車票挺低的 是啊 我們再看看 是啊 我們這個八十八個平方 我們剛才在沙盆那裡跟大家說到 我們這個有其中一個優勢是什麼呢 戶型的選擇性 很豐富 是啊 還有這個的話 這個是有三棟 四棟 五棟 選擇的地方有多 對 選擇的地方就是看大家 就是三棟這一座 都是有這個積積的 還有四座是沒有的 五座又有五座 還有六座都有這個護形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座 是不是 現在我們去看看第三個單位 第三個單位的積數 其實跟我們現在的八十八差不多 但是完全不同風格的一種感覺 是的 如果是回到內地來說的話 這種設計八十九平方 這種設計是更加受歡迎的 它是做到一個南北對流的這種狀態 我們剛才說的是樹廳 這邊是南北 我們這邊叫做南北通 進門口之後 可以看到餐廳和客廳是分開的 各大了一個陽台 這個就是回到內地的話 很多人會喜歡這種南北對流的單位 為什麼呢 因為兩邊採光兩邊通風 這樣也是一個三房兩次的單位 另外一個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這一壺 獨門獨戶 就是這陣子只有我自己一個位置 我們平時甚至可以把鞋櫃做在外面 這裡經常是很多屋主 大陸這邊獨門獨戶 都是做在外面 即不像香港 你在香港的話 這些東西擺出來 分分鐘被人投訴 是的 我們這邊就不會 可以看到一進來 發展商這個示範單位 就已經做了一個鞋櫃在這裡 看回大家 假設如果我們鞋櫃 好像剛才意思說 做在門口 這個位置可以做一個很美的餐邊櫃 即是上面 放一些紅酒 馬爹里那些 有朋友進來 一打開門 這個一個酒櫃 裡面的靚仔 我們完全的感覺都不同 好 我們進來參觀一下這個 都是第一時間帶大家 看這個廚房位 即是煮飯的男人 都是比較關心廚房的 廚房的 跟我們剛才 七十八 八十八個 比起來的話 其實它的尺寸 都是差不多 然後 這個示範單位 都是做了這個雙升盤 這個真的要看回大家 這種很簡忍的 喜歡他的人 很喜歡 不喜歡他的人 很討厭他 我們到時候可以自己度一度 買回雙升 或者單升 都是OK的 那同樣這邊是針板區 明火區 這個功能分布都是OK的 還有這個有一個 雪櫃位 那這個雪櫃位的話 就比對線的手臂 闊了一點點 看回大家 如果真是喜歡雙燕門冰箱 一定記得諮度尺寸再去買 否則很容易弄話 那我們這個廚房 一出來就在這個 食飯桌這個位置 89平方放了一个多大的餐桌 有点夸张,真的有点夸张 建议大家最实用的都是那种二合一的那种餐桌 平时家人少的话,我们可以收缩的 人多的话,可以打开扩大,可以坐的人更多 那种更加方便 平时就没必要放这么大在那里 阻碎,有点阻挡的感觉 是咯,是咯 好,那这个带了一个生活楼台 这个生活楼台 也很长的,也很舒服喔 这个设计有点惊讶 一般,你知道吗? 一般我们餐厅对出来的楼台 生活楼台是比较窄的 那客厅对出来的楼台是比较长的 这个也有四星期的这个幅度 果然国企就是不同的 是的 Helen,我们这个是生活楼台的位置 但是我们这个位置 这个楼台才是潮南的 所以国企细心的地方是比较不同的 那你浪水平时是什么 南边才是太阳 还有我们卖的一座是绿座 绿座那里其实是看花园的 是容易迟的 那个区域就不是靠这个位置 就比较安静了 安静很多 这个是生活露台 这个露台肯定不建议大家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晒衣服 有些洋光晒入来比较好 很舒服的 这个要看回大家 是 那再走过来看 就是窗户打开 就可以形式一个南北对落 就很舒服 那我们再看一看 那边的话吃饭 平时招待朋友 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 看电视、唱歌 都可以买那些 买那些投影 是啊,投影、看电影、唱片都可以的 那这个的一个开间不算特别阔 跟刚才我们看的八十八级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想一想 在市面上八十八个职的 做到南北对落 真的少见 没有九十几年都做不到 是,没错 这次我跟你说 这里房间的亮点真的非常之多 这里是属于北面阳台的 嗯 八楼以上 我们全部都可以摸到那个 公园都不是河的景 是啊 因为我们示范单位这一座 就是三号楼的位置 三号楼是比较靠近马路边的 所以那个景就看不到 但是我们在买那个五号楼那边 六号楼 六号楼 五号楼公园 红楼林公园都没问题 是的 六号楼是很漂亮的 白楼这种 湿楼这种 其实就是完全没有遮挡的 完全没有遮挡 非常之正 都可以看下我们的航拍的 是,那这个景的话呢 说真的那句 这个家的间隔呢 就是硬的 不懂得移动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这个景的话呢 是很难买得到的 现在呢 很多人说那句 千金难买心头号 是啊 你想想 我们平时 不要说在香港 在我们大亚湾这边 平时我们是在曼达 我们住在曼达附近 曼达附近那边 你看出去 除了楼就是一些车 除了车 还有一些楼 那种空压迫感 是啊 是啊 本来我们呢 经常被老闆追业绩追业绩 压力很大 回到家里 没有东西看 看到一些建筑物 但是我们 本来回到大陆 就想买回一层楼 放松一下 舒服一点 是啊 那我们那边的景 真的很美 到时候呢 大家过来 到时候可以直接带大家 上个实体那里 看一看 好 我们回到主题 回到我们这一套房间 这个厕所位 这个厕所位呢 都是做了三段式的干湿分区 但是呢 这个空间呢 就会比我们 刚才88个人呢 会大一点 会阔一点 那同样 都是一样 带有飘窗 还有这个转角位 可以放 木浴露啊 洗头水啊 那些东西的 还有这个 都是三段式分区 这个位置 都是非常相似的 隔壁 隔壁 隔壁这个位置呢 都是一个生活阳台 可以说 这个都是阳台房 这个房又都是很正的 同样都可以看到那个景的 同样都可以看到那个河滩公园 虎头山公园 和那个红树林公园的 哇 如果你买回个二十多楼 就非常之正 景观一览无疑 是吧 是啊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封回个窗 都可以 不封都可以 看回我们自己的 是啊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间房 是啊 那我们这间房呢 跟我们刚才八十八的 是不是有少少有 有少少似曾相识呢 因为同样都是 可以连得出这个楼台这个位置 那就看回大家有没有需要 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玻璃门拆了它 那我们刚才那个阳台 因为比较长 就可以单单留回 那我们房间这边可以推出去 外面封回个窗 那这间房间呢 就更加之大的了 那当然其实现在这个空间 不去 不去改这个推拉门拐 都是ok的 因为这间房是比较市正 而且呢 长长的 那摆的话呢 好像他发射箱的装修 那样 我个人 当然啦 这只是easy的自己的建议 我们做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 塔塔米 放在这里 那现在easy 对面这个墙的位置的话呢 可以做回上面是一个衣柜 或者是这边的衣柜 都可以 那这中间就是床 下面的话呢 就是带上那个柜桶 那种储存空间那种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 这个要看回大家 就是喜欢那种风格 自己到时候再选回 都ok 没问题的 是啊 再看看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呢 这里就是不会说 直接对着这里 就有个墙面 就不是说门对门 那进来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套间 其实都是跟那个 八十八的差不多 这里最好呢 就做回一个这样的 一个推拉门 会好一点 那还有这里的位置 这个标台都打不到的了 就坐着冲凉 还有那个垃圾呢 是可以摆一些 手头水沐浴路 这里都会有个名窗的 好了 那坐着呢 和这个标准 这些就后期 看我们自己 怎么去设计了 那再看看我们的 主人房 主人房其实 和那个房间 就是差不多大 这个房间 看出去的景 络了那里 是看内园 好安静 看永迟 就欣赏得到 我们小区的一个 园林警官 就不是看这个马路的了 那整个房间呢 大约是有十一个平方 那我们这个八十八个职的 蓝不对楼 三房两厅 两个写手机 我们就已经看完了 那这个户型呢 就只有六座在售的 那这个价钱和大家说一下 这里为贵一点点 它是几百元的 那这个户型呢 肯定价钱就不一样的 是的 那接后价钱呢 是六十七万 是 围单价就七千六 那然后是首期两成 首期就是十三万的 那和银行借钱呢 就是五十四万 如果供三十年 每个月就供两千三 那顿这个八百元 一平方的 基金就是七万 是的 那就是回复起床 这套房的无批的价钱呢 是六十万 是 单价回复起床就是六千八 是 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楼上 是 中间楼上 这个价钱呢 可以看得到 上面的景 是 但是我发觉呢 其实两个呢 首期款差不多 是的 都是差不多的 回复起床其实都是 前期要拿出十三万 后期的话 就是相当于自己拿出五六万 是的 是 当然了 就完全 两套完全不同 风格的两套楼来的 是 看回大家 到时候呢 可以过到实体单位之后呢 看完了 我们两个一起参观完 再量一笔数 看看如果 那畢竟呢 那首付款差不多 是 还有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买六座的话呢 现在是可以直接去看的 是 你喜欢哪一套 买哪一套 我们就直接上去 比较我喜欢三十六 我就直接带你去 想去看就可以的 那另外呢 Easy 我们还有一个 109平方的四房 和这个格局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多了一个房间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私信我 发个资料给你看就可以的 是 反正我们到时候呢 都会将这个109的 那个呢 给大家看 那其实说真的 Helen 因为过了100平方 现在都差不多 8一个平方 是吧 其实我们的 可以选择的选择性 就是比较多的 是 没错 那当然都是要看回大家 喜欢这个位置 我们就直接来买这里 如果是 就是对这个 或者对其他地方 更加感兴趣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看其他地方 都没问题 是的 那最后和大家做个总结 是 总结 那个水电那些消防那些 就是公共部分 是的 那这个小区来说 相对比 这里交通真的非常方便 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 都看到是吧 我们门口的公交车站 就可以坐西湖出行 是的 还有这个又是国企 就不用担心 说会烂尾 这些问题出现 是 那同时呢 这里的相车门禁 是这个低一点 就是相会简单一点 是 没错 没错 门飞低一点 是 还有呢 我们也有拍过很多地方 就是对比起来的话 你说如果一轮 就是阳粉旺吹的环境来说 那越海这个绝对是可以的 是 还有这里 就是香港朋友想要澳头的 澳头的 无非就是几个项目对比 我们这个 越海 和一个李嘉诚先生的 李先生的那个和记 是 和记 那个龙柏花园 是 龙柏花园 龙柏花园呢 就要走进去少少 那里就更加安静一点 是 那里就是燕楼 都是无批的 是 不过发展商可以帮忙带 装修 是 一样都是给装修基金 是 但是那边 人家可以直接订给他去做 或者是交给我们起家去做 都没问题 是 那边的户型其实是不同的 一房 没错 两房 那里两房就七十八做 只做两房 这里七十八做到三房 还有碟碎 是吧 那里有个碟碎 是 可能呢 因为它有碟碎原因 就是档次 会高一点 是 是的 还有就是和记那边 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地方 是什么呢 第一 全世界都没有那一房 是的 只有他有 是 第二 是 他在大堂里面带了空调 嗯 这个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拍了这么多视频 应该都是 是的 龙白师有了 是的 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 有看海的 都有那个抽谷 是抽谷 不过其实是不能好对比的 因为那些小单位比较多 是的 小单位看海的比较多 不过价钱 差不多一万元左右 一个平方 那边就是楼花 不要那么快够了 还有那个位置 一般般 入去了少少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海景城 海景城 其实都没得对比 因为那里是大积的 没错 看海的那边价钱就是八千左右 一线看海 就是没有沙滩那只看海 哦 是的 那这里的话 各企有各有各的一个优点 没错 没错 最重要呢 都是看大家更加喜欢哪一个 是的 就是如果 让我选择的话 追求 一房 两房 我肯定选龙白 嗯 因为那边呢 入侧宁静 出侧繁华 就是很适合我们 退了休之后的长者朋友住 嗯 那如果呢 如果选择三房单位 又要求呢 又要个户型漂亮的 是 景又漂亮的 是不好意思 是硬这儿 绝对这儿 是的 那我们月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 门口坐车就非常之方便 是出行方便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得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楼盘这么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私信我们也可以的 上面是有watcher和微信可以直接添加我们 或者下面都是一个watcher的一个链接 可以直接点进去跟他们谈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楼盘的讯息 或者怎样坐车啊 周边的环境怎样的都可以的 是的 或者我们观众朋友看完这条片之后 有自己的想法啊 或者自己喜欢的那种要求的话 都可以思讯 Helen和Easy 到时候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想法 帮大家匹配到最適合大家的楼盘 是的 没错 那今次的节目就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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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